新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文山区总会暑假期间开办一系列下令活动 其中有六个梯次的乘者观影区旅行为电影拍摄课程 第三梯次活动8月3号到5号在安坑国小登场 除了让小朋友了解最基本的构图脚本撰写 另外也应用手机平板软体教大家如何拍摄剪辑过音上字 让学员可以成为一个小小微电影达人 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从素材的这个收集 然后到剧本拍摄 然后我们会教孩子到剪辑的部分 然后四大这个结构 那这样子去教孩子怎么促成一个微电影 然后去帮他们打造一个这样子的基础 孩子们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来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呢非常有创意 可以自编制导自言 然后孩子们的成果呢也非常的丰硕 这次的微电影拍摄内容 以环保为主轴 讲师也引导孩子运用巧思选定主题 并且以四格漫画建立脚本与拍摄概念 让学员可以尽情发挥创意 由于现在的孩子3C产品使用相当频繁 如何让他们在使用之余 还可以达到学习的成效 也是文山佳协这次开办微电影拍摄课程的目标 透过这个课程呢可以让他知道 其实这个3C产品像平板 它可以用来做所谓的微电影 就是透过影像来说故事 也让家长放心说 其实3C它是可以透过好的运用 不只是只是看 其实是可以制作的 不是只是打game 其实你是可以设计游戏的 文山佳协指出 去年因为疫情很多活动停办 今年暑假疫情终于趋缓 所以文山佳协在相当多学校 开办不同主题的课程 期盼让学生有多元学习的机会 这个暑假透过夏令 然后让亲子有更多活动去参与 那尤其在偏乡的地区 另外这次的微电影拍摄课程 也邀请乐林志工一同参与 希望借此推动老幼共学 世代共融 让不同世代互相照顾与合作 达到最棒的生命教育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